英國17日已經向英格蘭南部發布兩次紅色風暴預警 並警告此次來襲的大西洋風暴尤尼斯 可能是30年來最強風暴 18日 尤尼斯如期而至 在英格蘭東南部海岸掀起狂掏俱落 將倫敦著名的北格林威治體育館的白色圓頂整片私下 直速196公里的最大風速創下英格蘭記錄 當天英國被迫取消了400多套航班 數百所學校關閉至少20萬家庭斷電 其他歐洲國家也同時遭受重創 其中愛爾蘭 德國 波蘭等國傳出至少6億人在大風中喪生 累計上百萬戶家庭斷電 新唐記者 喬安綜合報導